今天选读的经文 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到六十九节 慧众请聆听上帝的话 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 我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 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永活的父怎样猜我来 我又因父活着 照样 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着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 吃过玛纳还是死了 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 教训人说的 他的蒙徒中有好些人就听见了 就说 这话圣难 谁能听呢 耶稣心里知道 蒙徒为这话议论 就对他们说 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 倘若你们看见人子 生到他原来所在之处 怎么样呢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 谁不信他 谁要卖他 耶稣又说 所以我对你们说过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 他蒙徒中多有退去的 不再与他同行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蒙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西蒙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 本周真言 请大家连途经文 出处连续读两次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 耶稣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 耶稣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祝福音六章六十四节 人憎恨 不是因為沒有病 人憎恨 不是因為沒有水 因為不聽 不聽 不聽 神的謊 人憎恨 不是因為沒有病 人憎恨 不是因為沒有水 耶穌說 我是生命的娘 耶穌說 我是生命的水 到我這裡來你 永遠不和 信我你 永遠不和 耶穌說 我是生命的娘 耶穌說 我是生命的水 到我這裡來你 永遠不和 信我你 永遠不和 人憎恨 不是因為沒有病 人憎恨 不是因為沒有水 人憎恨 不是因為沒有水 人憎恨 人憎恨 不是因為沒有水 人憎恨 不是因為沒有水 人憎恨 不是因為沒有水 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合 信我的永远不合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 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合 信我的永远不合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病 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 因为不听 不听 不听 神的话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病 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 因为我下距的日子 在疯狂上的这么多年 善意都应该再说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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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哪些作与哪些座独立 我们中国人或者说华人见面的时候 我们问候都不说你好 我们中国人见面的时候 问候都不是用你好 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什么 吃什么 我想可能台湾香港也一样 吃什么吃了饭没有 那中国人很看重吃 中国人很好看重吃 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非常考究 非常之有研究 其中有很多的养生之道 其中有很多养生之道 那我自己是从成都来的 我自己在成都来 那我们那儿有很多好吃的 那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所以有很多体会 都有很多的体会 那只是很可惜呢 不管我们吃什么 其实很可惜 无论我们吃什么 不管我们吃得有多好 无论我们吃得有多好 吃得有多健康 吃得有多健康 我们都摆脱不了我们身体 一天天的衰老 我们都摆脱不了我们身体一天一天会衰老 一天天衰弱 一天天的手坏 一天一天会坏 但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好消息 但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好消息 今天经文第一句他就说 今天经文第一句他就说 我们一起联议哈 我们一起读 我是从天上向下来生命的量 人若吃得量就必永远活着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看 我们应该怎么样吃 我们应该怎么样吃 吃什么 吃什么 才可以活得越来越精彩 才可以越活得更精彩 可以不再饥渴 可以不会再饥饿 有永远的饱足和福乐 有永远的饱足和福乐 今天第一点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要看重圣餐 今天第一点就是要看到看重圣餐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 五饼二鱼的神迹 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 五饼二鱼的神迹 主耶稣用五饼两条鱼喂饱了几千人 主耶稣用五饼两条鱼喂饱了几千人 这些人第二天又来找到主耶稣 然后第二天他们又来找主耶稣 主耶稣说他们是一群什么 吃饼得饱的人 主耶稣说他们是一帮得吃鞋饼得饱的人 也鼓励他们不要为那避坏的事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鼓励他们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传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永生的食物就是主耶稣他自己 永生的食物就是主耶稣他自己 在今天讲到经文前面一年 主耶稣也宣告说 在今天的经文前 一些主耶稣都宣告这样吧 我们一起读下面那段经文 我就是生命的野良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今天经文的第一句 主耶稣也做了同样的宣告 今天经文的第一句 主耶稣都作了同样的宣告 除了告诉大家他是生命的良以外 除了告诉大家他是生命的良以外 他说我所要吃的这个良就是生命的良 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 他说我的肉 我所吃的生命就是我的肉 就是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自己就是生命的良 他自己就是生命的良 是那存到永生的食物 是那存到永生的食物 当主耶稣邀请人来吃生命良的时候 当主耶稣邀请人来吃生命良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说是来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他就是说叫人来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我们今天可能没有什么感受 我们今天可能没有什么感受 当年的犹太人听起来是觉得非常可怕的 当时的犹太人听起来是很可怕的觉得 我想今天即便我们第一次走到教堂 也会觉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能今天第一次走到教堂听的 都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在当年的罗马人 他们就是抓住这句话 当年的罗马人就捉住这句话 控告基督徒在领圣餐的时候吃人 就控告基督徒在领圣餐的时候吃人 说基督徒是食人猪 说基督徒是吃人族 也因此逼迫基督徒 在用这件事去逼迫基督徒 生命梁这段经文常常跟圣餐联系在一起 生命梁这段经文和圣餐通常都会连在一起 而每次领圣餐以前 我们不但会读刚才我们讲到的刚开始那段经文 我们还会读主耶稣他自己讲的话 我们领圣餐之前都会读我们刚才耶稣所讲的话 更加会读耶稣在他讲的另外一句 通常都是我读今天请大家来读 今天请大家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注谢了 就掰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执念我 主耶稣在这个地方 请大家留意 他没有说 你们把这个饼当作是我的身体 大家请注意 耶稣在这里没有讲话 大家想这个饼当是我的身体 或者想象成是我的身体 或者是将它想象成我的身体 或者说这个饼 就是你把它是象征我的身体 或者将这个饼用象征式地代表我的身体 而是清清楚地说 这是我的身体 也很清楚地说 这是我的身体 之后主耶稣也拿起 装了葡萄汁的杯来 之后主耶稣都拿了 装了葡萄汁的杯来 他也明明地说 这个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心愿 他就说这个杯 是用我的血所立的身药 所以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 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不单是借着饼跟杯来纪念主 在十字架上的死 我们不单是借着圣餐的饼 和杯去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死 不单是纪念祂为我们舍命赎罪的爱 不单是纪念祂为我们舍命赎罪的爱 纪念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纪念祂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我们更是用这样的方式 用主耶稣亲自设定的方式 来与主联合 我们更加用主耶稣亲自设立的方式 与主去联合 来与祂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去跟祂一起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就是那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关系 就是我里面有你 你里面有我的关系 而且让我们的身体 多少能够体会得到 让我们的身体可以体会得到 因为主耶稣说 我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因为主耶稣说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他里面 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你有这样的体会吗 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吗 我在信主以后好多年 一直把领圣餐当中的饼根杯 当作就是主耶稣身体 和祂的血的一个象征而已 我信主之后有很多年 我都是把圣餐里面的饼盒 当作一个象征 每次领圣餐 不过就是一个仪式而已 在领圣餐的时候 会当作一个仪式 对在领圣餐当中 与主联合 没有什么体会 在领圣餐的时候 就是跟与主联合这件事没有什么体会 后来到了神学院 后来到了神学院 对圣餐当中领圣的饼根杯 就是祀的身体 就是祀的宝血 有更多的了解 就对圣餐在里面的饼盒杯 就是主的身体 就是主的血 就有更多的领受 领圣餐的时候 然后就有不同的体会 领圣餐的时候就有不同的体会 我还记得那次我把饼拿起来 像平常一模一样的一个饼 我就记得之后拿起一个饼 跟平时一样的饼 也跟待会大家要拿在手上的饼 是一样的 跟平时和大家一起拿的饼是一样的 当我把饼放在口中的时候 当我把饼放在口里面 我就想到 这个就是主耶稣的身体 我就想到这个就是主耶稣的身体 我就能够更多体会到 什么叫做主耶稣 祂住在我里面 我就更加可以体会到 什么叫做主耶稣住在我里面 当我把那个饼吃下去的时候 对这句话就有更多体会 当我将这块饼吃下去的时候 就对这句说话有更深的体会 而我把那个葡萄汁 喝进我的口中的时候 还有当我把葡萄汁喝到口的时候 当葡萄汁流到我的身体里面的时候 当我葡萄汁流到我身体里面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圣洁的主进到我的身体里面来洁净我 感受到圣洁的主入到我的身体去洁净我 那时的体会就是我整个人 从口从嘴巴到头到整个身体 是这个感觉是由我的口到我的头到我的身体 都被煮的保血来洁净 都被煮的补血去洁净 好像一个污秽的人是黑的 你可以看到 那煮的饼 煮的杯一接触到我的嘴唇的时候 我的人就从嘴到头到身体变白了一样 他就像一个污秽的人他是黑的 但是这个血接触到我的身体 我的口我的身体就开始变白了 那想到这么圣洁伟大的救助 居然能够为我这么一位污秽的 一个卑微的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想到这个这么圣洁伟大的 主居然为我这么卑微这么污秽的人的 所以就更体会到主对我的爱 我就更加体会主对我的爱 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出来 我的眼泪就情不自禁流出来 主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主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以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我的血真是可以喝的 吃我肉和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 我日常在他里面 接着领寿圣餐 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得以跟天地的主联合 接着领寿圣餐 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可以跟天地的主去联合 所以帮助我们有敬畏之心 帮助我们有敬畏的心 也有感恩的心 也有感恩的心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 无论何人 不按理 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吃茶 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醉了 不按理 就是人没有正确的心态来领寿圣餐 比如说我刚才讲到没有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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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发圣餐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手上的主耶稣的身体 就是一块饼干 会觉得发圣餐的时候 手上的主的身体就是一块饼 这也提醒我们在领寿圣餐的时候 我们要先审查自己 提醒我们领圣餐之前 我们要审查自己 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得罪人 得罪上帝的地方 看我们有没有得罪人 得罪神的地方 我们可以立即的认罪悔改 我们可以立刻去认罪悔改 以至于我们可以轻轻手节的 来到圣洁的主面前 来领寿圣餐 去领寿圣餐 领寿圣餐的时候 我们也要清楚地知道 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要清楚地知道 我们所吃的饼就是主的身体 我们吃的饼就是主的身体 所以这边讲的要分辨是主的身体 这里讲到要分辨是主的身体 不要我们喝喝的杯也是主的饱血 我们喝的杯就是主的补血 透过领寿圣餐 透过领寿圣餐 透过看得见的饼跟杯 透过看得到的饼和杯 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那个看不见的恩典 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看不到的恩典 上帝也是怜悯我们人的软弱 上帝怜悯我们的软弱 怜悯我们的有限 怜悯我们的有限 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不到主的慈爱怜悯 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不到主的慈爱怜悯 他就借着圣餐让我们亲身来体会一下 他就借着圣餐让我们亲身体会 体会与他联合 体会与他联合 体会他怎样的爱我们 体会他怎样爱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他的心意 求主帮助我们更多去明白他的心意 明白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明白他就是那赐下生命粮的主 明白他就是赐下生命粮的主 求主帮助我们更明白圣餐的意义 求主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圣餐的意义 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能够真正地存着敬畏的心 在领圣餐的时候可以存着敬畏的心 来到主的面前 来到主的面前 也能够更多的精力与主联合这种亲密的关系 也都可以更多与主联合去经历亲密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当主耶稣宣告自己的肉可以吃 血可以喝的时候 他的门徒是什么反应 我们一起再看下去 当耶稣宣告他自己的肉是可以吃 血可以喝的时候的门徒是什么反应的呢 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二点 就是去到第二点 就是要听从主的话 要听从主的话 听从圣言 听从圣言 虽然很多门徒我们刚才读了 他们不明白主耶稣所讲的话 我们刚才读到 虽然很多门徒不明白主耶稣的说话 那主耶稣就进一步解释给他们听 主耶稣就再去解释给他们听 告诉他们 我们一起读红字那一部分 我们一起读红字那一部分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这就是在提醒门徒 在这里提醒门徒 也在提醒我们今天所有的人 肉体的存留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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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单单顾念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我们只是顾念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人活着更重要的是灵 人活着更重要的是灵 就是我们里面的灵魂 我们里面的生命 是我们里面的灵魂 我们的生命 而灵能不能活得好 就需要灵粮的喂养 而我们的灵活得好不好 就需要灵粮的喂养 灵粮就是主耶稣的话 这个灵粮就是主耶稣的说话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平常 我们平时吃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人看一眼闻一下 都不搅烂了就直接把它吞下去了 有没有啊 有没有人只是看一看 闻一闻 但是就不会吃落肚呢 那有的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 很好吃的东西看一眼 哇 那个樱桃 我一口就把它吃掉了 连那个樱桃籽都已经吞下去了 我小时候吃车梨子的时候 很香的闻一闻就直接吞下去了 吃好多西瓜也是 太好吃就吞进去了 西瓜也是这样的 我直接就吞下去了 所以小时候妈妈都说你吃 你吃进去那个种子 会从你头上长出一棵树来 所以我妈以前小时候说 吃了一些核在雪头上会生薯 那我们要把吃的东西 通常我们都是要放在嘴里面 要搅烂了才吃下去是吧 我们通常吃的东西要放在我们口里面 要咬烂它才吃 这样它才可以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这样它才可以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才可以从吃的东西里面吸收营养 我们才可以从食物里面吸收营养 身体才能够健康 同样我们读主的话 同样我们读主的话 我们听讲道 听讲道 如果只是看一看 听一听 我们不去想 如果只是看一看 听一听 我们不去思考 也不去遵行 不去遵行 就好像不把这个吃的东西搅烂了 吞进去一样 就好像不把我们的食物去咬烂了 才再吞下去 主的话还是主的话 还是在圣经里面 没有在我的心里面 主的话依然是在圣经里面 不是在我身体 我还是我自己 我还是我自己 我们的生命 不能够被这个灵粮来喂养 我们的灵不可以被这个灵粮去喂养 我们只有认真地听主的话的时候 我们只要认真听主的话的时候 才能够来领受这个灵粮 才可以领受这个灵粮 才可以得到主耶稣这里面说的生命 才可以得到主耶稣所说的生命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就是生命 这句话就是跟前面主耶稣说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是相互呼应的 这句话跟耶稣之前说 吃我的肉 喝血就有永生是互相呼应的 可以说是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表达 可以说是同样的一件事不同的表达 就好像我们英文里面讲的 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就好像我们英文所说的 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吃我肉 喝我血 跟听从主所说的话 其实都必须要我们去信靠耶稣 那不信主的人一定不会听从主的话 不信主的人一定不会听从主的话 信主的人就应当听从主的话 听从对听从的人主耶稣就应许他们 对听从的人主耶稣就应许他们 应许他们可以得生命 得永生 可以永远活着 应许他们可以得生命 得永生 可以永远活着 主耶稣这里面提到永生 主耶稣在这里提到永生 那永生对我们来说 可能是一件听起来 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说 可能是不太现实的一件事情 永生可能有时听起来不是很现实的 或者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或者是遥不可及的事 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确实我们对永生不会有太多的体会 其实我们的确是对永生可能没有很大的体会 永生是要等我们死了以后 才有更多的或者说更多的去经历到 永生要等我们死了之后 可能才有更多的经会去经历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可能都是这样的原因 在今天约翰福音六章当中 几次提到永生 在今天《约翰福音六章》里面 有提过几次永生 那后面主耶稣都要说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是 跟着耶稣都会说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所以以后我们死了复活以后 我对永生才有更多的体会 所以在我们复活之后 就对永生有更多的体会 那如果把永生比作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件礼物 如果把永生比喻是上帝给我们一份礼物 那这件礼物呢 却不要等到我们死了以后才可以打开 才可以收到 这份礼物不是要等我们死了之后才打开 所有真心信靠主的人 所有真心信靠主的人 今天已经得到了永生这件礼物 今天已经得到永生这个礼物 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 就好像耶稣主耶稣所说的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会得到的生命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就会得到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 这个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 耶稣说 耶稣说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并且得得更丰盛 主耶稣这里要给人的生命 主耶稣在这里要给人生命 是一个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 是一个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 是一个比我们信主以前的生命 更丰富的生命 是比我们信主之前更丰盛的生命 有人说更丰盛生命 也是好像很不实际 想不出来 有人可能都会觉得说 封盛的生命都可能好 都想不到是什么 更丰盛的生命呢 就是一个可以说是 可以原谅那些冒犯我们人的生命 更丰盛的生命就是 一个可以原谅曾经冒犯我们的人的生命 本来有人说一些话 我们一定会发怒的 我们会回忌的 但是我们选择去原谅 本来有人说错话 我们是会可以反击 但是我们选择去原谅 因为主耶稣要我们去饶恕人 因为主耶稣叫我们去饶恕人 那也可以是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的生命 是一个可以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的生命 封盛的生命也可以甚至是可以去爱仇敌的生命 封盛的生命甚至是可以一个去爱仇敌的生命 是一个在绝境当中仍然可以有盼望的生命 是一个在绝境里面仍然有盼望的生命 或者在任何人生大小的风浪当中 都可以平静安稳的生命 是一个在任何大小风浪里面都可以平静安稳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不一样的让人羡慕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让人羡慕的生命 你希望得到这样的生命吗 你希望得到这样的生命吗 今天在座绝大部分我相信都是弟兄姐妹们 今天在座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弟兄节目 大家都应该有这样新的丰盛的生命 大家都应该有这个新的丰盛的生命 那可能你刚才听我讲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对这个新的生命还没有太多的体会 可能你刚才听我讲对这个新的生命还没有很大的体会 或者你信主已经好些年 但是回想起来跟信主以前没有多大的区别一样 或者你信主很多年跟你信主之前 生命不是很大分别 那如果是这样 今天主耶稣说的 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这句话 就值得我们去多体会 所以如果是这样 耶稣今天跟你讲的说话 说我的说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就要加多体会 那我们也可以借着这句话问我们自己 我们借着这句话去问自己 主的话写在圣经里面 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读圣经 我们有没有认真去读圣经 我们读了有没有仔细去想 我们读了有没有仔细去想 有没有把主的话放在心里面 有没有把主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 有没有更是按着主的话去做 有没有按照主的话去做 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一节我们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一看八章五十一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识 所以主耶稣的话就是生命 所以主耶稣的说话就是生命 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的灵良 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灵良 我们听主的话的时候 我们听主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 听从主的话 听从主的话 按照主的话去行 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美好的改变 按照主的话去行 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有美好的改变 我们原先的生命 也可以被从主而来的生命慢慢地替代 我们原先有生命 就可以从被主以来的新生命慢慢去替代 摩西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摩西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先知阿摩斯说人饥饿非因无病 干渴非因无水 乃因不听上帝的话 先知阿摩斯他说人饥饿非因无病 刚喝非因无水 乃因不听上帝的话 我们刚才听了这句话的诗歌版 诗班先诗的 我们刚才听到诗班的献诗 主耶稣说呢 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主耶稣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所以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生命 或者说能够翻转我们生命的 所以真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 翻转我们生命的 不是移民美国 不是移民到美国 不是挣大钱开豪车 不是赚大钱链车 不是住大房子 不是住大屋 也不是保养锻炼我们的身体 不是保养去锻炼我们的身体 而是听从主的话 而是听从主的话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我们一起念哈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我们的国籍 我们的财产 我们的房产 都是避坏的食物 我们的国籍财产 我们的房屋都是必坏的食物 这些东西不是不好 这些东西不是不好 我们都需要 我们都需要 但这些东西早晚都会过去 但这些东西早晚都会过去 甚至包括我们的健康 包括我们的身体 甚至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身体 我们有一天都会失去 我们有一天都会死去 我们所有的心思 所有的精力 就不能够放在这些 壁坏的东西上面 我们所有的心思 所有的精力 就不能放在这些必坏的事情上 不能放在这些不能长久的事情上 不能放在这些不会长久的事情上 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精力 投资在可以永远长存的事情上 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精力 放在投资在可以长存的事情里面 这个才是聪明人做的决定 这样才是一个聪明人所做的决定 读过传道书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读过传道书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其中我们熟悉的一句就是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怎么样 凡事都是虚空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是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如果这是一般人讲的话 我们肯定不以为来 如果是这些普通人讲的说话 我们可能不是很在意 但如果说这个是当时最聪明 最富有的国王 所罗门王写的 我们就需要留意 但如果这个说话是当时最聪明 最富有的国王 所罗门讲的 那就要留意了 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是信靠上帝 所罗门王年轻的时候是信靠上帝 他非常尽情可以说 非常之健庆 我们从他的祷告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从他的祷告可以看到 但他做王 做了国王以后 又慢慢离开上帝 但他做了王之后 就慢慢离开上帝 去追求日光之下各种的享受 去追求日光之下各种的享受 要来满足自己 去满足自己 结果得到的只是失望跟灰心 但是到头来得到失望和灰心 直到他年老的时候 他才醒悟到 他才醒悟 在上帝以外的生活跟追求 在上帝以外的追求 生活和追求 都是虚空 都是虚空的 都是捕风 都是暴风 不能带个人真正的满足 不可以给人真正的满足 唯有敬畏耶和华上帝的才有真正的福乐 唯有敬畏耶和华的才有真正的福乐 雅各书说了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雅各书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片刻就不见了 礼拜一我跟李牧师 我们跟英文部的Randy牧师一直去海边走路 礼拜一我跟李牧师和英文部的Randy牧师去散步 两位老牧师在教会都服侍了四十多年 他们一碰头就都很感叹同样一件事情 他们两个一走过来都很感叹一件事 他们感叹四十年一瞬间就过了 用雅各书说的话就是片刻之间四十年就过去了 用雅各书的说话就是片刻四十年就过去了 上个礼拜三我参加喜乐团契他们的聚餐 上个礼拜三我参加喜乐团契的聚餐 跟几位年长的弟兄姐妹坐在一起 跟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一起坐 他们都是跟我父母一样的年纪 他都跟我父母差不多年纪 甚至比我父母还年长 或者可能更大 我坐在旁边听他们谈人生的体会 我在旁边听他们讲人生的体会 让他们说起 过去的七八十年这个人生 七八十年的人生也是一瞬间 他们就提到过去七八十年的时间 都是一瞬间而已 片刻之间七八十年就过去了 片刻之间七八十年就没了 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保健品 现在市面上会有很多的健康食品 走进Costco我们看到最好的位置 放着的都是保健品 我们去Costco都会见 最好的位置都放了很多的保健品 层层叠叠叠堆积如山 搭到很高堆积如山 有各种各样的维他命 ABCDEFG全部都有 有各样的维他命 各种生海余油 很多的深海余油 各种保护眼睛 保护头发 保护皮肤 保护心脏的各种药 保护眼睛 头发 心脏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可以是应有尽有 如果说这些保健品 确实有他们的功用 如果说这些保健 健康食品是有它的功用 那最多也就是减缓 我们身体衰老的速度 最多它只是 延满我们身体的衰坏 对我们里面的生命呢 生命的改变 没有一点好处 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 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帮助 没有任何的帮助 身体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可以说 身体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当然应当去保养 我们当然应该去保养 那我们又应该拿什么去喂养我们身体里面的灵魂呢 那我们应该去用什么去保养我们身体里面的灵魂呢 我们又拿什么来喂养我们里面的生命呢 我们用什么去喂养我们里面的生命呢 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上帝的话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保健品 上帝的说话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最好的健康食品 是我们生命改变的必需品 是我们生命改变的必需品 是我们所需要的生命的灵量 是我们所需要生命的灵量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的话是喂养我们里面生命的灵量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的话是喂养我们生命的灵量 我们就不难做决定 我们就不难去决定 我们读经是一周读一次呢 还是应该每天抽时间读 我们读圣经是一个礼拜一次呢 还是每天抽时间去读呢 我们团企茶经聚会是一个月聚一次呢 还是应该每个礼拜都去 我们团企茶经聚会是一个月才去一次呢 还是应该每个礼拜都去呢 我们是只有有圣餐的主日才来教会呢 或者说有空的时候来教会 参加主日敬拜呢 还是每个主日都应该来教会呢 我们是圣餐主日才来教会呢 或者是有空才来呢 还是应该每个主日都来敬拜呢 好 刚才讲的要看重圣餐 我刚才讲到要看重圣餐 讲的要听从圣言 跟着听从圣言 其实还有第三点 就是跟随圣者 跟随主耶稣 其实还有第三点是跟随圣者 因为最后彼得说 主啊 我有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因为后面彼得他说 你有永生之道 我还要跟从谁呢 今天没有时间再讲 跟随圣者这一点 今天就没有时间去讲 跟随圣者这一点 我们就每天用心去做这一点 来跟随圣者主耶稣 去跟随圣者主耶稣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 你是有永生之道的主 主 你是有永生之道的主 今天是圣餐主日 求主你帮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 感恩的心 来到主你的面前 求主你帮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 感恩的心来主你的面前 来吃主的身体 喝主的宝血 来与主联合 去吃主的身体 喝主的血 与主联合 也求主帮助我们看重主的话语 也求主帮助我们去看重主你的话语 能够每天读经 每天与主同行 每天去读经 每天与主同行 将主的话放在心里面 将主的话放在心里面 被主的话来改变 被主的话去改变 求主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求主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致命以求 阿们 2 4 4 5 4